世界多个地方的黑莓用户没法正常通讯 原因是该公司一个数据中心出问题 这导致数以百万计的用户上网、电邮和黑莓短信出现延误 黑莓的母公司承认问题并且道歉 在地球轨道上进行你的实验 这是全世界年轻人一个名为世界以外的竞赛奖品 得奖的计划将会由宇航员在国际太空站的无众状态下进行 在YouTube做网上直播 这个太空实验室竞赛由三家太空机构 谷歌和联想电脑联合举办 英国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是评审委员之一 德国黑客批评德国当局使用木马城市来窥探国民的网上活动 巴伐利亚州官员承认2009年起使用间谍软件 但是说这样并不犯法 黑客说这个城市可以启动录像机或电脑拾音器来侦查个人在家中的活动 以及监测Skype的通话 德国司法部长已经下令进行调查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电子时代有新面貌 一位加拿大艺术家设计了一个三轮车系统 使用电脑来控制喷水 让车子在移动时写中文字 它可以书写任何语言文字 这些中文字在水干了之后还可以辨认